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实践工作的主题 我们都知道在过去交通没有像今天这么发达 人们要盖个房子它只能就地去裁 只能利用本地可得的这些土木 石竹草等等这些自然材料资源来去盖房子 在所有这些自然材料资源当中 只要用的最多的是两样东西 一个是土 一个是木 我们过去的古人经常会用土木之工来去描述房屋建造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只要示意人类生存的地方基本上都有土 所以用土来去做建造这个传统实际上应用非常地广泛 历史非常地悠久 最早甚至我们目前可以居住到养韶文化时期 比如说在咱们湖北的屈家岭5000多年前的遗址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用土坯来建造的房屋 还有非常有名的在吐鲁藩交合故城 公元前二世纪开始就新建的这个古城 整个这个城都是拿土来建造的 甚至包括我们最熟悉的长城 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实际上大部分的长城在当时都是拿土来建造的 只是后来为了加强它的防御的坚固度和耐久性 才在外面包含了砖或者漆暗了石头 说到这儿我就需要介绍一个名词的概念 生土 它是相对于我们把土拿来去烧淘气 或者是做烧结砖这种变熟了的方式 把它叫做生土 它是指我们可以把地上的土挖出来 只需要经过简单的机械加工 而不是通过赔烧或者加化学的东西去改性它 而直接当做建筑材料 那么用生土材料作为主材的这种建筑 我们通常会把它叫做生土建筑 生土可以说不光是咱们在咱们中国 在全世界也是应用最为广泛 也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建筑传统之一 比如说看这张图 这是整个生土建筑的分布 比如说这个就在巴勒斯坦 1100多年前的遗迹当中 可以看到用土坯来盖的房子的痕迹 还有在3200多年前在古埃及人们用土坯做的这样的拱券 当做当时储藏的粮仓 还有在今天我们在摩洛哥 依然还能看到这种非常漂亮的 整个拿土来建造的古镇 甚至还在西班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古堡 古城堡都是拿土来建造的 在法国 德国在近期半年间也建造了很多 类似于这样子的古城堡 还有甚至是这种多层的民宅 都是拿土来建造 根据联合国教会人组织 在本世纪初做过一个全世界的统计 发现至今全世界至少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还居住在不同形式的土房子里面 在中国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2010年前后 住房和城堡建制部对全国做了一个农宅的现状的普查 后来发现实际上在我们现在每个省 依然还能看到土房子 保守估计 至少全国至少还有六千万人口 居住在不同形式的这种土房子里面 目前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地区 比如华南地区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土楼 还有这种土堡 还有黄土高原地区 窑洞 还有这种生土的河院 还有西南地区 我们所熟悉的丽江 大理也有很多这种土坯房 还有这种土掌房 还有青藏高原地区 非常大的这种闪片房 以及包括碉楼 还有在新疆地区 比如说咱们非常著名的喀什古城 整个是拿土来建造的 对于我个人而言 跟生土的结缘要追溯到2004年 那时候我刚刚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毕业 申请到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士 后来我的博士生导师吴仁荣教授就问我说 那你想研究什么呀 我其实考虑了很久 后来我就告诉吴教授说 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呢 跟着我的硕士导师周若琪先生 在黄岛高原地区跑了很多农村 看到很多大量的这些土房子 我记得还上学期间 我们的很多老师都告诉我们说 这些土房子东暖夏凉 生态环保 可是在我的要员过程中发现 很多村民都不愿意住在里面 他们都希望有一天能把这些土房子拆了 然后盖成新的砖瓦房 所以我想研究到底怎么办 然后我导师问我说 那你想怎么办呢 我巴拉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 他就笑了 说你要把这些都研究出来 靠你一个人估计一百年都做不到 这样吧 你先跟着我来学绿色建筑吧 刚好我最近在甘肃的庆阳 有一个慈善项目 是帮当地做一个小学校 然后你把这个项目搞定 搞不定你就别毕业了 所以我就带着导师的深深的祝福 然后来到了几个偏远的小村子里 它叫毛寺村 就在咱们黄泽高原最核心的地带 当地这个村子原来是一些很分散的 只有几个年级的小学校 村民想把它们都集中起来建一个新的学校 在当时我也看到了周边就有很多新的 拿砖混凝土盖的这些学校 当地村民都说 那个都是冬天冷 夏天热 看着很光鲜 尤其在冬天当地气温只有零下十几度 即使烧煤 很多学生小朋友的手上都会产生冻疮 所以当时在这个地区做了很多调研 尤其我把所有在当地可能能实现的一些 能够有效的节能的这些技术措施 全部整理了一遍 通过软件模拟的方式 然后一个一个整个做了一遍试验 大家可以看这张图表 这个横轴是我把每一样技术用在这个教室里面带来的 这个教室造价的增长的百分比 然后纵轴是用每个技术之后冬季室内的气温提升的度数 大家可以会发现有一类的技术只需要花一点的钱 甚至是不花钱 它就能让室内的气温增长很多 这类技术是什么呢 就是当地以土坯为代表的这种传统建造技术 所以后来在吴教授的指导下 我们就用性价比最高的建造技术 当地传统建造技术来去设计了这个小学 在当时我一个人在这个村里面住了一年 跟村民一起来把这个小学盖成 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我从什么都不知道 再到后来我从村民那里学到了很多他们的传统的建造的经验 后来这个小学盖成以后是这样 感觉好像很现代 后来建成之后它的造价只有600多块钱一平米 后来我们做了一些为期一年的现场的温度的测试 发现在夏天 刚才前面介绍过那个新的学校 专座的学校 它的室内气温是紧跟着室外气温跑的黄色的线 甚至最高的时候超过30度 我们这个教室它的室内气温只在20到25度之间 很凉快 在冬天新的学校它的室内气温也是紧跟着室外的气温跑的 室外气温低到零下十几度 而它的教室里面也达到零下十度 而我们这个教室它的平均气温只在5度的上下 大家注意这5度是指没有人的状况下 我们都知道每个人人体在散热 像小朋友 每个小朋友的散热的量相当于80瓦的电灯泡 而40个小朋友就是3200瓦 相当于两个电暖器 正因为土墙的保温性能非常好 使得所有人体散热热都可以变成冬天取暖的热源 所以它冬天完全不用烧煤 所以后来我们这个项目获了一大堆的国内外的专业大奖 其中包括有一个英国皇家建设学会奖 是跟以上这些特别有名的咱们国内项目一块儿获的 大家看到这个很厉害 然后呢 但是 所以还有后话 但是这个学校在建成之后的几年 因为太偏远 然后就被撤销了 所以整个校舍控制下来 直到2010年 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记者专门到这个地方来去采访 然后他拍了很多照片 然后发在网上 然后这张照片是这个样子 正因为长期的控制使得很多原本的问题被放大 充分地报道出来了 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刚才很现代的地方 比如说那个墙头 可是它已经长满了草 尤其在下雨 很多墙皮都被冲掉了 说明什么问题呢 实际上在那过程中我只是把很多传统的东西发掘出来 学习过来 然后直接用在了所谓的现代建筑的这种设计当中 然后只是给它套了一个现代的形式 实际上我并没有从根本上去提升 去克服它原有的一些缺陷 后来我再没有赶回去过 这是在16年 当时这个学校被控制一段时间之后 村民说我们可以把它重新用来做农家乐 所以他们专门做了修缮 你会看到原来防水不行的墙头被他们夹在琉璃瓦 墙皮上也被刷成了白色 当时我学生看到说 哎呀 这个村民怎么做这么丑啊 哎呀 只有我自己清楚 怪的不应该怪村民 应该怪我自己 后来我慢慢实际上在反思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们需要用客观的心态来去看待我们的传统 比如说我们的传统生土建造技术 实际上它有大量的优点 比如说土墙本身实际上它会有呼吸的功能 它的室内的空气质量实际上往往比我们现在这种房子的空气质量还要好 尤其它可以非常有效地平衡室内的湿度 比如说像这个图是德国人做的一个实验 他就把夯土的房子拿来跟混淫土的房子来比对 我们都知道尤其在南方夏天潮湿 经常那个湿度甚至达到百分之百 你会看到混淫土的房子上面都结了水了 而这个科学家他就做过一个测试发现 如果我把室内的相对湿度从50%提到80% 这个土墙能够吸收的水是混淫土吸收的50倍 而它的墙体表面还是干的 而它的强度只下降了6% 所以非常厉害 这个不可回避的传统生土材料 它有两个致命的缺点 一个就是它的材料力学性能不行 第二 它的耐水性能不行 大家都知道在过去几场大的地震当中 比如汶川地震 当地倒塌的房子当中 有超过一半以上都是这些土房子 也正因为它有这些我们今天看来的这些缺陷 所以在过去几十年间 当人们一说土房子都说是威房 所以长期以来人们慢慢地把这些土房子已经当成贫困落后的象征 当时在做小学的时候 实际上我的导师吴龙教授也发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 就是帮这个村子设计建造了一个小桥 后来这个小桥引起很多社会的关注 也在香港的金文凤小姐的大力推动之下 后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 专门是发动香港跟内地的大学生 深入到贫困农村地区 来去帮当地的村民做扶贫的建设工作 基金会成立之后的第二年 我们都知道汶川地震发生 当时梁山妇女租发展儿童中心的何远高老师给我打电话说 有一个村子就在会里 是被一条大河给阻隔了 然后上面只有一座独木桥 想请你们过来看看能不能帮村民做些什么 后来我们到了这里之后看到村里面是这样一个景象 村里面的房子是咱们西南地区非常典型的 这种人畜共居的这种夯土的河院 在地震过程中很多的房子都倒塌了 甚至或者严重地坏损 可是这个村子非常贫困 然后它人均收入在当时一年人均收入只有1000块钱 而震后所有的材料翻倍地增长 他们实际上根本买不起 即便能买得起 怎么运到村里来 即便能运进来 可是原来那些房屋的大量的废墟往哪里去倾倒 后来我们发现其实这些还不是最大的挑战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后来发现在这个村子里面 既然超过70%的村民 他们只识得很少的字 甚至有些村民连自己的名字写得不太顺流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你有些好的办法 你如何来去教给他们 这其实是真正最大的挑战 所以在当时我就在看 面对这么多挑战实际上对比下来 他们最为熟悉的 他们也基本上很多村民的男性 村民 实际上都会用的这个夯土 可能还是最适宜的一个解决办法 可是正因为之前那个学校的一些惨痛的经验和教训 让我意识到 我们不能直接地把那些技术来应用 一定要去想办法去改良它 去提升它 让它变得更改为抗震 但是我是个建筑师 我是搞建筑设计的 不懂结构 所以我当时专门托朋友到处打听 终于找到了一个我现在的好搭档 这位汉代可居的周铁钢教授 其实在那之前 他在新疆就做了大量的生土的抗震房的试验和推广 非常有建筑 当时我们俩一见面 真是相见恨晚 因为在那个年代 搞生土的人都是孤独的 然后到村里 我们在整个周边地区也做了大量的调查 然后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什么呢 就是那些倒塌的房子 有绝大多数都是在近几十年新建的 这些新的土房子 而很多过去五十年之前 七十年前甚至八十年前的那些老房子 实际上倒塌的并不多 很多只是一些轻微的坏损 我们都知道在四川在新南地区 自古以来都是地震多发带 而这些传统建造技术到今天还在被使用 它一定有一些办法来去抵御抗地震这件事情 可是当我们看这些新建的房子里面 实际上基本上没什么抗震的措施 甚至村民还把这个房子要建得更高更大 看看显得更气派 所以就像我们周老师说的 这些倒塌的房子不倒才奇怪 后来周老师也是基于我们这些调查的成果 尤其根据现代的抗震理论 然后对当地这些传统民居的这些结构 进行了一个系统的梳理和完善 同时也把它原有的那些建造工具 还有建造流程 然后进行了一个规范 以及甚至一些改良 比如说像这个 我们都知道在长城里面 实际上你能看到很多的这种竹子 实际上它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钢筋的作用 它是抗拉的 实际上很便宜 因为就村里面长的竹子 我们直接就用在里面了 它可以非常有效地提升房屋的抗震性能 后来我们把这些经验全部做了一些整理 让村民每家每户出一个劳动力 来给一个困难户来盖房子 在这过程中周老师的研究生就住在这个村里 跟村民同吃同住 在一起把这个释放环盖成 因为村民它都具有非常好的 就非常丰富的焊土的经验 所以你给它稍微地点拨告 它什么事情必须得做 什么事情不能做 它很快就学会了 所以后来他们累计只用了几个月 就把这个村里面的房子都重建完成 村民整个盖房子的过程 实际上它90%的材料 都是可以利用的本地的镇厚的废墟 以及村里长的这些竹子 芦苇这些自然材料 每家每户只需要买少量的水泥 熟食灰 来去做基础的防水等等这些就可以了 同时这个村里面有非常好的传统 就是谁家盖房子邻里互住 每一户只需要雇那么一两个木匠 就能把这个房子盖成 所以后来最后这个村民盖的房子 根据我们统计发现 平均造价只有150块钱一平米 而周围镇厚 因为很多都很贵 常规的这些技术都很贵 造价达到了1500块钱 所以相当于那些房子的十分之一 而最便宜的一个房子才多少钱呢 只有75块钱一平米 为什么呢 因为这户的户主就是个木匠 当时这个项目做完 我也就博士答辩 答辩完 我突然有一天看到了 香港中文大学的橱窗里面 有一个小小的海报 是说在奥地利有一个生土建造的工作营 他的带队的老师 是我哑目已久的Martin Roche 我把他誉为生土建筑界的神 因为是他让现在生土建筑 进入到现代我们的建造的领域 当时很激动 然后我就申请说 我一定要去参加 当时五指桥基金就专门来资助我 去参加了一个工作营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见识到 欧洲的非常先进的生土建造技术 实际上在40年前的时候 当很多科学家在研究绿色建筑的时候 在欧美也有很多的建筑师 还有一些研究者在研究生土建筑 他们认为生土建筑是非常绿色的一种建造的一个路径 在这里面领军的研究机构是法国国际生土建筑中心 他们在最早的时候很早以前 就通过大量的实验 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 什么理论呢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混凝土里面是什么 是沙子 石子 水泥 在这里面沙子 石子是骨料 水泥是起真正战略作用的 而如果我们把一块土挖出来 然后做筛分试验 会发现从力净 从大到小时有什么构成呢 由石子 沙子 粉粒 再到粘粒 粘粒是什么 粘粒是小于0.002毫米的这些细小的颗粒 它才是这里面起真正战略作用的东西 而其他都是骨料 所以跟混凝土的构成非常相近 如果说我们在任何一块土里面 我们根据它现有的这个构成 适当地添入一些沙子 石子 让它达到一个特定的比例 然后再给予高强度的夯基 它就可以形成一个非常密实的聚合物 石子中间是沙子 沙子中间是粉粒 然后整个这些东西 骨料都是由粘粒来进行粘截 根据我们现在的实验发现 经过这样一个高强度的夯基之后 它的抗压强度已经跟普通的砖墙已经非常接近 而它的因为很好的密实度 所以使得它的表面的防水性能也达到了极大的提升 所以在这样一个理论的支持下 过去几十年间在全世界做了很多的大量的现代建筑的实践 这个就是Martin Ross自己给自己盖的房子 非常现代 尤其比如说这个厨房稍微有点特别 我们都知道土是怕这些油渍的东西 一旦粘上你得把它刮掉 可是不要紧 我们可以称块玻璃 然后又可以看见土墙的漂亮的纹理 然后又可以解决它这个实际的问题 所以很简单 同时这也是Martin Ross施工建造完成在柏林的一个小礼拜堂 还有美国一个著名建筑师叫Rick Joy的 专门在沙漠做这种公共建筑 还有一些别墅都是用生土做的 还有伊朗 新城寺 还有包括这个是在奥地利一个中心医院 这个医院特别它就利用了生土特有的那种蓄热性能 然后做了这样一个阳光狼 就是白天太阳晒 照在这个土墙 土墙就不停地吸热 使得这个狼内其实并不热 然后等到晚上周围温度降下来之后 这个土墙就开始慢慢散热了 使得这个狼里面的温度也并不是特别凉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还有在斯坦布大学 这也是刚刚落成的冥想中心 也是拿夯土来建造的 尤其现在Martin Ross很厉害了 它现在都可以用这种预制的方式来做夯土 等干了以后运到这个现场 把它吊装安装完成 可以做非常大型的公共建筑 2011年我在法国做完报告的时候 实际上法国人他们挺感慨 因为在此之前 他们对于中国的生土了解比较有限 他们只知道土楼和窑洞 所以当时他们非常感慨 说我们可以全力支持你们继续做系统的研究 所以当时回到内地之后 就在吴指桥和朱建部的支持下 又回到了黄的高原 说我们要在这里继续来做一个系统的研究 当时就在甘肃的惠宁 在甘肃的惠宁 这样一个小山村 叫马叉村的这样一个村子 为基地来开展系统研究 在当时呢 法国人特别好 然后专门给我们派了 先后派了好几名刚毕业的研究生 来专门教我们 如何来去定量地分析这些土 来教一些基本的理论 当时也清醒地意识到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在欧美看到的那些很先进的夯土建造技术 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当地非常发达的工业体系上 是很难直接把它引入到我们内地农村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面临很多这种本土化 在地化的这些挑战 其中第一个就是积聚系统 因为我看到大量的 尤其是有气动航空锤 我在国内都没见过 所以我就专门在 我说老外在哪找的呀 所以我就在英文的阿里巴巴来搜 后来发现一堆供应商 再一看上面全都是中国国旗 都是我们中国产的 所以后来我特别感谢马云 让我找到了所有的东西 而且比国外便宜好多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第二个 正因为用了很大力的气动航锤 传统的这些模板根本顶不住这个冲击力的 即便是混凝土胶筑的钢模板它也顶不住 我们都知道传统的夯土 它夯房子都是夯弯这一边再夯这一边 很多在转角和交接的地方 一到地震的时候很容易就闪出去了 所以需要让这些墙底交接的地方 让它整体一次性夯住 所以后来我们专门利用每个线都能买到的最常规的这些除胶板和形钢 来去设计了一套简单的模板 村民可以自由地拼装 可以一次夯击 E字形的墙 T形的墙 L形的墙 好了 解决这个问题了之后 我们实际上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了欧洲 他们很多做生土非常多的地方实际上很少有地震 所以很多老外朋友们说你们怎么解决这个抗震构造 他们说我们很少考虑这个事情 可是我们不一样 所以在当时朱老师就做了大量的系统的实验研究 然后形成了一个非常简单容易操作的这样一个抗震结构体系 后来这个体系也是经过振动台实验来证实 它至少可以满足8.5度地震摄像烈度的这样的一个需要 好了 万事俱备 后来我们就在村子里面发动村里面的专门夯土的工匠 形成了一个施工队 来帮一户困难户来盖了一个示范房 示范房过程中 我的三个学生刚好他们毕业设计 就把这个房子当作他们的设计对象 来在村里面待了几个月 后来这个房子可以说是新兴夯土第一次进入中国的乡村 所以我们非常地忐忑 尤其大家可以看到建成是这个样子的 实际上并不好看 为什么呢 我真的很担心它会贵 所以我尽可能就让村民用他们常规的传统的形式 传统的方式来去建造它 后来这个造价 相当于我们所有的材料是花钱买的 所有的人工也是花钱的 它的造价只有平均650块钱一平米 后来村民学会了 他们就自己开始盖房子 后来他们也是通过这种帮工的方式 盖下来一平米只有320块钱 很便宜 后来在住建部的推动下 我们先后在很多地区都在做了这种示范和推广 比如说甘肃的定西 江西赣州 新疆的喀什 还有贵州的威宁 还有包括最近我们在湖北的实验都做了这些 可以说现在已经在很多地区 差不多已经盖了将近快200个房子了 可是听着好像很厉害 又是很厉害 但是每次我们问村民很多时候房子怎么样的时候 他们都会说 哎呀 这房子是挺好的 又舒服 看着又结实又便宜 可就还是个土的 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在做示范房的时候 告诉他们哎呀 这个墙面可以耐水 一般的雨水拍打都没有问题的 你不用做任何的装饰 可是我们前脚走 后脚这个房子就变成这样 贴上了瓷砖 刷上了白 生怕别人知道这是个土 所以后来我们就想 不行 我们一定要把它设计得更加现代 让他们知道图也可以做得很现代的样子 所以后来我们在马刹村就给他们设计 新建了一个村民红豆中心 开成以后是这个样子 在这里面因为很多的技术是新的 我们也在不断地尝试看怎么来去让这个东西变得现代 然后去尝试不同的语言 甚至一些有趣的东西 比如小圆窗就给小朋友的 还有一些通过不同颜色的搭配 包括这个 这个是很玄妙的 好多老外也都觉得好奇怪 很多透明的东西夯进去了 后来在16年这个中心就建成了 可是在快落成之前 我在现场的研究生 他就发了一个这样子的朋友圈的照片 他说有几个村里面的大妈坐在这儿晒太阳 然后问我的研究生说 哎呀 这个房子漂亮得很 你们什么时候贴瓷砖呢 所以我们觉得实际上路还很长 其实这些年我们也深刻地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不停地在帮这些贫困的人们来盖房子 但是当他有一天他变得有钱了 他在盖房子的时候 我们真的不太相信他还会用这个方式来去做 因为贫困落后的象征在他们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 尤其是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立的就是好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所以说这些年我们同时在做两件事情在近几年 一方面我们是在想办法用非常高性价比的方式 来去帮这些贫困的村民盖房子 同时我们也在尝试地把很多这些新的成果 能够运用到我们日常的这些现代建筑设计当中 尤其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就用这种市场化的方式 让它真正地进入我们现代建筑的领域 让它能够找到一个办法 能够满足我们今天对美的追求 我们相信等到这样做到一定深度之后 它一定会反过头来对村民是一个最好的示范 和一个影响 所以后来我们在1415年的时候 很幸运在西安的万科的一个楼盘做了一个景观的墙 就用夯土做的 大家可以看到 看着很现代的样子 同时也还能透出很传统的味道 包括还有最近在永定土楼旁边做的文化中心 这个也快竣工了 还有最近的一个大家伙 这个是跟同济大学李力教授合作的 是洛阳二里头的国家级博物馆 四万平米 是整个用夯土来去做 估计县城以后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生土建筑 最近刚刚开始动工 所以这些如果我们回过头来 回望过去这十几年吧 我还记得当时我在村里的时候 我经常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为什么要做土房子呢 可是后来在14年当我们出了第一本书 就是在讲新的夯土怎么来去做之后 我被问到的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是什么呢 是如何来去做这个土房子 尤其现在我可能每个星期都会接到这样的一个电话 所以说我们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 尤其是我们的大众 包括政府 越来越关注我们的传统 越来越关注我们的文化传承 尤其说到这儿 有一个近年一个最高频的词就叫传承 可是如果我们细细在想到底什么是传承 到底要传承什么 是那个建筑的形式 是那个所谓看不见的文化 还是那些装饰 还是那些小符号呢 我想可能很难用一句话来讲清楚 在这里我最后提一个小故事 大家还记得我前面提到了 温荣教授发起了一个建桥的项目 就是因为村子里面它原本这个河上只有这样一个独木桥 可是因为当时我们都没有人搞这个桥梁设计都不懂 所以后来文化传教授专门去英国去拜访了他的曾经的导师 就安特尼汉 他是被誉为全世界最有名的结构大师 他做了很多大量这些非常有名的桥 都是几十亿欧元的这种 后来这个老爷子很高兴 说他觉得项目很有意思 他就专门勾了一个这样的很聪明的一个设计 后来吴教授回来 我一做预算 哇 三百万 后来吴教授没有办法又飞回到英国 又见老爷子 老爷子说这可是我做过最便宜的设计了 然后吴教授很无奈就说 你看吧 他们当地这村民都建了这样的独木桥 他们很穷的 后来老爷子看到这些照片沉思了半天 后来对吴教授说 说实际上你不应该来找我 你们最好的老师实际上就是村民 你们好好看看他们那个独木桥 后来我们仔细研究了他们这个独木桥 大家可以看到 每年的汛期之后 水杯降下来之后 村民们都把秋天已经收成过的 这些剩下的玉米杆 草 全部拿起来编织成框 因为这个河床都是积岩 很结实 所以把这个框放在这个水里 再把这个石头摘在里面 这个桥墩就修好了 同时再找一些树干 把这个树干放到桥墩上 这个桥就修好了 等到这个来年五月份 汛期来临之前 因为树干对他们来说是很贵的东西 他们把这个树干收走 好嘞 让洪水来吧 所以整个这样一个逻辑 非常地聪明 非常地简单 所以后来我们就用同样的一个原理 我们就用这个网箱 大家知道做河堤的杜心网箱 耐久性很好 我们还是一样编成一个框 里面粘上石头 学它们 然后放到这个河床上 这个桥墩就修好了 同时我们再用这个非常耐久的钢 这个杜心的钢做成钢架 然后放到桥墩上 然后这个桥就修好了 所以即便是那一年 就那么一两回的洪水来 即便把这个桥梁板冲到旁边 它也只是沉在旁边 等洪水一过 村民把它抬上来 这个桥就修好了 所以这就是村民的智慧 所以当我们在最后来去重新审视 我们的传统 来去说传承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必须得要回头来好好看看 我们现在能看得到的传统 是如何来形成的 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 各个地方的这些传统民居 它是在过去那个历史时间段 当地的自然条件 人们建房子的能力 还有人们的需求 这三种要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如果说我们今天要说传承 传承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恰恰就要传承过去的人们 如何来对待人们的需求 如何来对待人们的自身具有的能力 以及尤其是怎么对待我们本地的这些自然资源 如何来利用它 这些价值观 这些智慧 才是我们今天特别需要传承的 在这里面特别需要强调的有两点 一个就是这个技术 实际上在过去这些所有的技术 都是在不断地发展的 动态发展 它都是因为人们的需求在变化 人们的能力在提升 所以说试异性技术的发展 才是我们真正传统民居 传统建筑文化传承的一个根本的基石 同时大家都知道 各个地方的自然条件 人们的需求都是因人因地而异的 建防的技术方案 它绝对不是说一刀打遍天下 它一定是多元的 一定是因地制宜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大概明白了 蒙蒙隆隆可能大概知道 我们要传承的时候 实际上可能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在于 我们到底如何来去传 然后到底谁来去承 还记得去年9月份的时候 是刚好五指桥慈善基金十周年 我们总结了一下过去的十年 在北京建筑大学校园里面 举办了一次生土建筑展 据说这也是中国第一次 以生土建筑为主题的展览 在这过程中 我们给大家呈现了很多 我们的传统什么 以及我们可以做很多一些漂亮的东西 尤其我们的镇展之宝 因为过去十年 我们在各个地方做这些土房子 采集了大量的土 不同地方的土 后来我们把它放到一起 发现这颜色非常漂亮 大家知道 这就是中国 我们也是充分利用这些各个地方不同漂亮的颜色图 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做来做这些小的这种很漂亮的东西 很多这些工艺品 甚至包括这些室内装修 我们都可以用到的东西 在整个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我们举办了一次为期两个月的工作营 三十多个学生在一起 我们整个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由学生来去做很多的东西 我们教给他们很多的一些新的方法 然后让他们来去发挥他们的一些创造力 我们都知道 人的这个兴趣 很多时候是来源于成就感 那如果当我们对我们的下一代说 我们的传统非常好 非常地有智慧 可是他们不知道哪来该怎么用 发现用一下还不好用 那我相信这个兴趣是不可能持续的 所以对于我们这一代人 可能我们要肩负一个责任 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是要把这些传统挖掘出来 同时还要根据我们今天的科技来进行适当地改良 让它能够真正能满足我们今天人们的需求 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把这些成果 然后给我们的年轻一代创造一个空间 创造一个平台 使得他们一方面可以真正感动于我们传统智慧的博大精深 同时可以利据他们的现有的能力 可以利用我们的成果 来去创造属于他们今天的那个成就感 我想这样一个过程 可能才是我们传承的一个根本的动力 所以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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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